连吃100天泡面 今天第35天 哎呀 这35天吃出大事来了 我每一个平台的播放量都在下跌 就拿其中一个来说 从之前平均150万左右的播放量 跌到现在只有30万了 这可咋办啊 要不我一顿怼两分 还能播到50万不 其实还是想做个对比 就上次打这个三切鸡蛋牛肉面广告的时候 就有很多朋友说 铁黄很好吃 最近我在观察 铁黄真的是出现频率很高的 大家都在推荐 所以我今天倒是想试一下 对比一下到底我喜欢吃哪一个 对了 刷到我视频的朋友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成都哪个夜市的管理人员 我那库房里面泡面的最深山了 我准备出个摊 把那面给消化了 有资源的话联系下我 谢谢了 这光从颜色上面来看呢 这边这个番茄酱包要黑一点 铁黄这个看起来更红润一点 但也可能因为那边的牛肉酱所以黑 好嘞 厚着吧 香茅已经出来了 雪原宝都破过来了 来 赶紧口苹果 好了 可以了 这怎么泡五分钟面还得硬硬 同意这边汤色要鲜亮一点 康帅博的面条确实要比统一粗一些 先喝口汤 诶 不得不说切黄的汤真的好喝 更有番茄味 尝一下面呢 蛮好吃的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谁更好吃吧 这个调味风格还是差异蛮大的 切黄这边确实鲜味更重 闻着像海鲜汤一样 而且番茄味也很粗 面条更顺口弹口一些 康帅博这边偏酱味 然而这面条呢 是脆口 嗯 说起来那天看了个讨论呢 就是说北方也强调面的嚼劲 广东的竹生面那些也强调嚼劲 但两边嚼劲是不一样的 可能北方面主要是韧 广东竹生面这种是脆 所以这切黄就更像北方的嚼劲 康帅这边就更像南方的嚼劲 夹羊卵 煎蛋 干一块午餐肉 好 那么9月8号7月24过山热票门 祝你们生日快吧 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这个对比 一点都不严谨 齐黄这边也有番茄牛肉面的 我应该是用两个番茄牛肉面的对比 那今天这个不严谨的对比呢 我更喜欢齐黄这款 因为我特别喜欢番茄味 至于这边呢 其实也蛮不错的 就是番茄味不够浓 我要蒸出摊了 放到摊上去 大家来对比 也就是说一次也买我两份 哦 这切方里面的炒蛋还真够大块的 但看得清上面的绿点吧 居然是葱炒蛋 番茄炒蛋里面有葱炒蛋 有这个做法吧 当然 看个人爱好 这边蛋虽然没有那么大块呢 但有大块牛肉啊 经常都有朋友叫我做评测啊 就比如最近做泡面 有朋友建议我出一个泡面排行榜 这时候我做不了 看过那么久还看不出来吗 我啥时候还吃 主打就一个瞎吃 别说两桶面还挺成人的 现在翻量不行了 好了 那就明天见 嘿 我们天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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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